大家好 今天是腊八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喝点腊八粥好运要临头 腌点腊八蒜钱多花不完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以前到了腊八就算是进了年关了 现在咱们生活好了 吃的穿的平常也都跟过年一样 所以说对进不进年关 就不像从前那么在意了 但是传统的习俗 喝腊八粥腌腊八蒜 无非是讨个好彩头 沈阳一位大哥前两天 在浑河上出了点玄乎事 差点彻底告别腊八粥了 前两天中午在沈阳市和平区 一位大哥在浑河神水湾的冰面上滑冰 突然这个冰面断裂 大哥不慎跌入水中 就在这危机时刻 附近的东勇爱好者们出手相处 据参与救人的东勇爱好者王斌说 当时他们大伙正在屋里进行换衣服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救人 大伙赶紧冲了出去 出来一看 发现距他们200米处的冰面上 有个人正在水里挣扎 到冰窟路附近呢 大伙起初呢 先用木棍进行救援 但是当时落水的这名大哥呢 手已经冻僵了 没有办法握住木棍 没办法 大伙用罩子笼罩住大哥 给大哥拖上了岸 掉到湖河里头了 这次参与救人的东勇爱好者们 年龄都已经不小了 其中有的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的 还有的连泳裤都没来得及换 但是在这危险时刻 他们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第一时间冲上了冰面 也正是他们的热心和勇敢 让落水大哥捡回了一条命 在这呢 咱也提醒大伙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 但是在沈阳呢 还是有部分冰面没有动时 在进行冰上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差点彻底凉凉啊 虽然说今年是冬奥年 咱们也提倡大伙多做冰雪运动 但是一定得量力而行 提醒大伙 冰面有危险 安全要当心 应该五اء 小伙 众 在 脸 ��